你敢相信赖神只应一句话就被队友怒喷 一口一个出声素质实在感人 众所周知赖神是峡谷出了名的脾气好 要是换做其他主播可能马超会被疯狂问候 但赖神却用了自己的方式回应马超的行为 不仅全程回复都没带赃字 更是认真对待游戏用实力为自己证明 最后的结局也让观众纷纷拍手叫好 并且这把赖神还撞车了百段射手故事和终意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马超如此破防 就让我们赶紧进入对局一探究竟 进入游戏 前期马超都是正常游戏 直到两分钟这波马超入侵对面也去遭到围攻 起初赖神还打算提醒一下 殊不知这却引起了马超的不满 这马超在搞什么飞机啊 别太抽象了 有和谐也不难 你跑人家也去去戳他 干嘛呢 然而真正让马超爆发的还是这波对面入侵红区 异星为了帮马超手也被激活带走 结果直接被马超无情问候 此时赖神见状便开脉为异星辩解 表示不一定全是异星的问题 从而这就引起了马超的不满 对着赖神就是疯狂问候 人家菜归菜跟你上路去 人家也去也没关系兄弟 你让我死一波你就BB上我了 兄弟 0-3你不BB吗 你咋这么能叫呢 你哭什么兄弟 你是高手 我对你期望大呀 我对他都没有什么希望了 知道吧 老子大路死一波你叫啥兄弟 0-3你不BB兄弟 老子死一波给你叫上了 你是不是出现了 不要你别冒你 早上成才感到兄弟 我已经说了这一心好几次了 只是闭麦说的而已 知道吧 大哥我在直播 你不要满口脏话行吗 早上成才感到兄弟 我也没搞你心态吧 我也没搞你心态吧 别BB啊兄弟 那你BB啥 兄弟那你说你不能闭麦说吗 老子你冲什么兄弟 好我提醒你一下飞车 我找一下存在感了是吧 我不能提醒你吗 兄弟那你为啥不提醒你这一心啊 这一心是不是你爹啊 跟你有些人关系啊是不是 这一心这种补胃的 我有什么好提醒他的呢 我对你期望高啊 你告诉我 兄弟对不对 他主玩东东的 你跟我说他是补胃的兄弟 你是不是畜生 眼睛瞎吗兄弟 你赶紧塞起来啊 别张口闭口一个畜生 暴露素质 我说你也没有带畜生吧兄弟 别玩这游戏了 行吗你告诉我 他那妈是补胃的吗兄弟 还在这叫 你这他妈死一次 你就BB上了兄弟 妈你这人老子不骂你 兄弟你是不是 心里没点数 告诉我 跟你骂吧 妈妈一分钟死一次 兄弟 一分钟死一次的不说 你接他死一次 你就叫上了兄弟 眼睛没了 你还BB我吗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那也是不是定了 跟老子上一波死了 有什么关系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脑子有问题 就赶紧去治行吗 人家怎么死的 我没看早 我在上路对线 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死 我不能提醒你吗 我不能提醒你吗 兄弟 你BB我老子 说话了吗 兄弟 老子也去掉了 老子开麦 你又BB我 你这玩意 是不是老子有问题 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死了 我不 我不 说话提醒你一下吗 你BB我一下 也就算了 兄弟 老子复活了 也就没了 你们还在BB吗 兄弟 我就BB你那一次吧 我没有BB你两次吧 兄弟 兄弟 真别说话了 兄弟 我先求你别说话了 等玩去玩 不等玩去 赶紧点 兄弟 他脑子有问题 我操 面对马超的满骂赖神 并没有与其理会 则是好言相劝 与其相互对喷布 如认真游戏 要是换做其他主播 估计马超 会被骂得狗血灵头 不BB你了 行吧 给你点面子 不BB你了 说着说着 敌人杰就冲到了脸上 赖神本以为 可以将其单杀 没有想到敌人杰身后 还跟着打野 等赖神反应过来 想撤退 以为是一晚 吵劲怎么在我身后啊 接着对面 趁着优势入侵野区 队友不仅被接连打掉 野区更是全部失手 让局势逐渐逆风 赖神见状 不得不出来代线牵制 没想到 却被回家的火舞抓住 此时赖神还想奋力一搏 奈何火舞的走位 太过灵活 让赖神根本无法与其匹敌 眼看上路 没有机会赖神便来到下路 敌人杰还想找赖神一较高下 殊不知赖神根本不惯着 他直接大招捆住 即便亚瑟赶来救场 也无济于事 随着赖神收下敌人杰 亚瑟也被打得爆头鼠窜 奈何队友却打得不进缘 一导致团战以失败告终 此时赖神还想继续 和亚瑟拉扯 殊不知对面已经悄悄包了馆 看着队友接连 掉点赖神联盟打开经济面板查看 其料马超的出装 却让赖神表示看不懂 对面这么多爆发的刺客 他出的是输出打野刀的马超 这肉刀容输率高多了呀 火舞加劲 还有个沉默亚瑟 黄牌敌人杰 然而尽管马超如何出装赖神 都不想再开脉语气询问 生怕一句话不对 又被马超人身攻击 只好认真游戏为队友争取时间 奈何敌众我寡赖神 还是被四五个大汉围攻 哇 断线呀断线吧 14分半对面拿下主宰 开始向我方水晶发起进攻 对此赖神丝毫不慌 顶在前面犹如战神一般输出扛伤拉满 绑住庆绑住庆慢慢打 可以打着不 没黄牌没大招 最终一波团战下来 几方打了一波零换三 而局势也因此被扭转 等队友补完状态 赖神就带着队友反击 再次完美开团捆住敌人节 一波团战下来 对面又再次倒下三人 你们自己保护好自己 我要去CSA了 我杀完了我杀完了 跟着我打感觉也能打 加别被偷了就行了 我留张飞了 下路有线 带走张飞后 赖神带着队友继续乘胜追击 并在高地前捆住逃跑的劲 眼看比赛胜圈在窝赖神 觉得可以一波 是下路的能一波吗 两个人 我感觉能一波掩护我 不用回家兄弟 此时对面还剩下摄斧两人 赖神顶在前面 被敌人节打出复活甲 紧接在跟上大招配合队友 将两人带走 等兵线过来队友 直接一波结束了比赛 而赖神也用实力 为自己证明 狠狠打了马超的脸 别打 别打 看你爹是怎么带你飞的马超 畜生 言语辱骂